排列整齊的轿车塞满了停车场 即使是非假日 飘着雨的南投观光景点清静农场 还是有不少人开车上山游玩 停车位一位难求是许多人 对清静农场的共同印象 尤其到连续假日 主要干到台14甲和欢山公路 有如大型停车场 但沿线却只有300个停车位 南投县政府现在计划 将投入数亿元 分别在物色仁爱农会对面的 巴兰农民特色市集 以及清静和欢山沿线 批建三处大型停车场 增加1000个停车位 整个还在用地区的清查 跟整体规划才会对外公布 因为我本来就是要有成就的 客人来不到的安全感 对吧 所以你赞行 我赞行各地地方来做 营业摊商店家乐观其成 但环保团体则有不同看法 前台湾生态学会理事长杨国珍认为 和欢山清静农场一带 游客所带来的生态冲击 早就超过环境的负载量 县府扩建停车场 完全是都市思维 环团建议县府 环团建议县府运用 经费规划 和欢山清静农场间的 公共运输系统 观光处则表示 除了建停车场 也将规划中巴接驳车 尽量把车辆留在物色与清静 减少高山道路的负荷 于是新闻综合报道 宣誉